好 回到非凡抢先报 电信王子玉堂先生你好 明确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是 刚一点过后又引发了一波的一个沙盘 索性在刚刚有略微呈现指纹的态势 对 不过以今天来讲 原先大棒场我都觉得台股都相对的抗跌指纹 优秀 对 因为在原先开盘前 其实我都预估今天是开低的 因为早盘电子盘跌了将近300多点 那个日韩股市都跌 但是台股却在平盘附近甚至一度翻红 那我觉得尾盘的灌压 当然第一个来自于电子盘又出现了一个击杀 就是时间点就是如初一侧 大概就12点过后 电子盘目前道雄大概跌了将近快600点左右 所以引发台股近一波的一个卖压涌现 当然我觉得来到这个时间点 刚好顺着台子期的一个结算 因为目前来讲 虽然我们一直谈到6月份的行情是 外资的回补行情 新台币的汇率持续走升 外资买台股 但是比较诡异的就是 外资在期货的进多单的部位 都始终都是相对低 大概就是3万多口左右 目前最新上周 统计出来是3万5 所以外资进多单就有3万5千口 原来上 你说它的心态是急欲偏多 要把指数拉高 这个看起来机会不大 那刚好又顺着美股的一个走势 相对疲软之际 所以目前来讲 我认为在结算前夕 就是说对台股来说 可能修正的压力 第一个还是比较大 那当然今天来讲 比较撑盘的可能还是在这个OTC 因为今天OTC 几乎都是由生计股 作为一个撑盘中心 那两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个周末假日 似乎又全球又传出来 所谓的有可能二次爆发 整个新冠肺炎疫情的 一个扩散的担忧 所以说一些相关的防疫概念的 甚至生技类相关的原料药等族群 今天早晨就更为强势 那今天盘中 这个4743合一 当然跟母公司中间都停牌 因为有这个心药要解盲 那在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心药 这次解盲出来的一个成绩是相当好 这个有可能在最快年底 最快明年 就有陆续在美国 中国欧洲 就有机会拿到这个药证 所以说想象空间也很大 当然合一的股价在先前 已经先拉一波了 不过市场上就把整体的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连带的一个 同步性的新药股 在大概11点半过后 我们大概上一个 生计股的一些通通的扫描 甚至新药股 其实看得很清楚 几乎在这个今天有些都攻到涨停 甚至相对抗跌 所以第一个 今天来讲我是觉得在 成交比重上定子其实是下降的 反而资金真的都跑往生计 除了刚刚谈到两项的 比较消息面的利多之外 再来第三项 因为生计股 我们过往来来讲也算是比较防御型的标的 就是说伴随着国际股市比较走弱之际 生计股原则上被牵动的一个带动下跌的可能性 连动性它是比较低的 所以有点避险的概念 所以今天来讲几乎可以看到就是由生计做撑盘 第二点虽然在今天盘市比较弱 不过原则上我觉得在一些机优的电子股 或者是说这一波 外资投信比较有所琢磨的个股 原则上我觉得拉回来站在买方是OK的 举例来说像电动车的核大 今年上半年当然营运状况不好 不过就像我们讲的最坏的情况过去之后 外资投信反而六月份沿路站买方 那顺着TESA的销量 甚至市场的看好性都相当好的情况 原则上对核大来说 下半年应该真的可能会有 如先前公司派所说的这种暴富性的一个拉货 那因为第一个它位阶比较低 因为这一波四五月份算是历经了利空整理之际 底部越电越高 在六月份以来才开始出量 去做一个挑战年限关卡的一个动作 原则上这种形态的个股 把人刚正在买方的 投资人还是可以比较抱持着 拉回去找买点 那比较强势一点做拉回的形态的 类似像是6104的创伪 我们在上周大概有提到 算是在这个PS5的供应链当中 今年新的应用就是Type-C的一个接口 那所以说对创伪来说 过去就是Sony主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之一 原则上这次PS5 应该也能吃到不少的一个订单 所以说你看它的营运的状况 从四五月份都不受 原则上下半年应该还有加温的一个空间存在 那另外一个算是比较 有旺季题材加持的就是游戏股 那顺着刚刚谈到的疫情的影响 所谓的宅经济啊 它的一个不管是利多 甚至是一个发酵的期间 甚至是受惠的空间 都还有机会再延续 那刚好游戏股暑假又是传统的旺季 所以说在历史经验来看 通常在这个六七月左右 游戏股的一个买器 看起来都会增强 尤其有些新游戏要推出的公司 又会又比较具有所谓的 营运成长的想象题材 好像是下半年有机会推出黄英燕的网融 时间点没有确定 不过应该在七八月份 很可能就会推出 所以说网融的部分已经克服了 在这个六月十号 那一天的爆量黑黑的高点 股价已经涨到所有均线直上已经转强了 那母公司置冠 看起来也有短底浮现的味道 因为在上周破底之后 这个季线可以作为一个初步性的支撑参考 北米比较偏低的应该是看橘子 因为橘子在今年来看 营运状况还不错 手机有两块一四 下半年的部分 在天堂改版之后 整体营运状况 原则上应该是还有这个走生的空间 所以说在游戏股上面 再来加上游戏的股王心象 这个股价维持在这个相对高姿态做整理 尤其在四五月份历经的投信提早的结账卖压之后 六月份开始回省 所以原则上来讲游戏股跟生技类股 我认为是在目前来讲 比较上是市场追逐的标底 不过连续这三天 每天都震荡的非常激烈 对 尤其最近的行情 我觉得会让投资人不免想到 好像当时三月份那个时候 对 这种盘中的波动剧烈 甚至我们看美股的表现 从上周是大跌 老穷跌1800 周五反弹是500点 目前电池盘又跌600多点 这种波动加剧之际 或多或少也会引发市场上 比较一些恐慌性的卖压 这个投资人在日后操作稍微要去留意 OK 这种难度的确是加高的 非常谢谢玉堂先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